11月29号 西藏自治区官方在拉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2016年至2020年 全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 发布会称 此间 西藏累计劝返失学辍学少儿2.45万人 其中 建档利卡贫困家庭5213人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 即控制学生失学 辍学 保障入学 实现持续清零 近年 西藏教育财政投入年均增长15.75% 建立15年公费教育体系 包吃 包住 包学习费用等三包经费政策 自实施以来 已经18次提高标准 年升均达到4200元 学生资助体系全面建成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 实现持续清零 我们学生的话就是从家里面来上学的话 就可以说空手过来 包括书包 学习 用具不用说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洗漱用品 这些都是免费的 西藏现有总人口364.81万人 其中女性173.47万人 儿童89.49万人 官方称 西藏全区主要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0.2年 包括妇女在内的全区人口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现在我们的这个西藏 那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这个变化 在一个就是资深的这种社会地位的这个变化以后呢 女性资深就特别的这个爱美 一个非常爱美的妈妈 她也不会把自己小孩搞得那种很那个什么邋遢也好 我觉得这个方面一方面也体现了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 另一方面说很多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改变 很多的细小的变化把妇女身上的这个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和社会的变化 在脱贫贡献方面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透露 2019年底西藏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74个县区全部摘茂 62.8万建档利卡人口全部脱贫 其中有34.3万妇女实现了脱贫 占脱贫总人口的54.62% 据悉13.5期间西藏投入进10亿元专项用于西藏自治区 妇产儿童医院基本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 目前西藏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已全面建立 五年来西藏妇女儿童卫生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官方统计西藏全区现有医疗卫生机构1661个 医院172个 孕产妇和新生儿重症跟踪监测 实现趋势线三级全覆盖 妇女两癌筛查纳入政府名声工作筛查覆盖范围不断拓展